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 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元醫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現在全城全球都是圍繞著新冠狀病毒病症 這個問題在討論 而昨天中國政府也出了一個條例 就是嚴禁食用野生動物 如果違禁就要罰款 在網上我們也看到很多資料 中國人其實在世界各方面 都受到這個病毒的事件引起的歧視 甚至乎遠處在非洲 或者是英國 甚至你聽說德國那些地方 都好像對於中國人 怪責他們 這個病毒是由中國這方面引起的 但其實事情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元醫生 相信大家有機會上網看資料 或者是Youtube 我昨天晚上在Youtube 看到很多台灣電視台的資料 原來他報導 原來是很多嚴重的排華 襲擊或者攻擊華人的情況發生在很多國家 最奇怪的是 他其中有一幕是說 有一對年輕人在非洲加拿去旅行 被非洲黑人在這裡襲擊他 當然台灣這次節目就說 中國這樣幫他們一帶一路 幫他們起橋起鐵路 誰知道他們還要罵中國人 也報導了 有一幕應該是美國的 有一對老人家 一百佛的老人家 中國人走過 然後路邊走過 有個男人走過 一拳打到人家的頭 老人家就跌到牆壁 口一口 然後又被人一拳 可能是兩夫婦 然後有另一位黑人 就看到 追襲擊別人的人 然後大家都滿頭血 另外一幕是說 可能是歐洲那些地方 有一個年輕的中國人 在街邊吸煙 然後有人拿一盆冷水 倒在背後 然後年輕人就追趕那個人 另外有一幕是說 一個中國年輕人 在路邊走過 被人襲罵他 然後又攻擊他 然後兩個人打起來 打得很厲害 幸好中國年輕人 原來懂得功夫 結果把那個人打到 看得很清楚 也有一幕是說 一對父子 兩人 地點我都不太記得 他沒有說清楚 也不斷被人襲罵 攻擊 這兩父子結果還手 把那個人打退 這些事情 你可以看到 在傳媒的電視 已經拍到出來 是否很普及呢 這個我都很難的 但剛巧 我兒子剛好在歐洲 在德國 他說 他說有一次也是 他說 在行下 有一個行人 走過 突然之間 就向他 吐口水 這麼沒禮貌 然後就說 冠狀病毒 冠狀病毒 這是發生在我兒子那裡 這是很… 我也聽朋友說 在美國那邊 在紐約 紐約 Jesse那邊那些 他們那些華人 都不敢戴口罩出街 因為一戴了 又會被人打 事實上是真的 有中國人戴了口罩出街的時候 就被人打 因為在外國 習慣是這樣的 你有病就戴 不像香港 香港你是不是都願意戴 不戴就被人罵 那邊你戴代表你有病 所以那些人見到你戴 你就有病者 你戴病者 你都襲擊他 其實現在全球 都仍是指向 是中國人將這個病毒 就是存放開去 這樣 他差不多就是 認為中國人的元兇 好了 那 除了我自己兒子 有些經歷 那我還有一個朋友 她的女兒 你告訴我 這是我認識的人 不是說看一看新聞 有時候 就是蛙總取寵 拿少許放大 沒錯 都不知道真相 她的朋友 她的女兒 在美國讀書 她的女兒說 有一個朋友 是男生來的 在倫敦 被黑人打 因為她是中國人 所以搞到她的朋友 都想要回到香港 是 我看回這些情況 可能是很普及的 不是零星事件 可能是很普及的 還有一幕 是說中國人在地鐵 被人圍偶 所以這件事 我們真的要了解 到底這個新冠病毒 是否真的起源在中國 是否真的起源在武漢 我為什麼要和大家 大家要去探討這個事實呢 因為其實 曾經在1918年 那個世界性流感 當時他們都叫它西班牙流感 當然也叫豬流感 當時很流行叫西班牙流感 但其實當時的流感 不是發源於西班牙的 其實是源於美國的 當時美國有一個兵營 好像馬里蘭州那裡 有一個兵營 那些士兵 剛剛是第一次大戰 很多士兵在營地 就做雜營 那樣 就出現了那個流感 但是這班士兵 當然當時都不以為言 年輕人有流感 就休息一下 或者 但是這班士兵 然後就要去歐洲 去個戰場那裡 要打仗 那其實是這班美國的士兵 是將這個的豬流感 是帶去歐洲的 那為什麼又會叫做西班牙流感呢 其實當時在打仗的時候 當然有很多病 很多傷殘 很多死亡 大家都不會怎麼說 但是偏偏在說的時候 西班牙的傳媒 就比較開放一些 那它開始就報導 西班牙是第一個國家 是報導那次的流感 結果被人當了 那個流感是源自西班牙 就叫做西班牙流感 即它只是首先報導 但是被人灌了 那個名字 以為誤導了 這麼多年來都以為誤導了 是源於在西班牙產生的 那同今次這個 因為武漢那裡的 那個李文亮醫生 他很即時地將他報導出來 是不是又有相關類似的情況呢 其實真的有重複 這個問題 我最近有一個朋友 阿文芳 他是香港的 飛碟學會的會長 他將他有一篇文章 就是一個世界華人 UFO 即是飛碟科學會的 是寫的 那個作者叫做宇宙真子 這個可能是筆名 這個可能是筆名 他的文章就說 全面揭露新冠狀病毒事件的起源 傳播和爆發的真相 OK 好了 這個是剛剛出的 差不多是昨天 剛剛出的 他很詳細的 揭露這件事 他將時間的程序 慢慢地聚述 首先 我們先講講 就是那個基因編序技術 和人工合成病毒產生的背景 先給大家了解 他說 其實人類的基因組的計劃 和曼哈頓原子彈計劃 和阿波羅的計劃 都並稱為三大科學的計劃 好了 人類的基因組計劃 英文叫做Human Genome Project HGP 一方規模云大 跨科學的科學探討工程力 他宗旨就是測定 組成人類染色體 我們要指 單倍體 中所包含的三十億個的涵基 對組組成的合金酸的程序 Nucleic acid 從而繪製人類基因的組圖 並且辨認特在有的基因和序列 希望達到 破譯到人類遺傳信息最終的目的 這個計劃在研究人類的過程中 建立了一個策略 思想和技術 構成了生物科技領域的新科學 基因組學 所以用於研究微生物植物和其他動物 這是當時一個大的計劃 三大計劃之一 1970年 從基因編輯技術誕生以來 人類就開始打開了 控制物種自然演變的 潘多拉摩俠 一打開不可收拾 對人類基因組的研究 在70年代已經有一定的初型 在80年代很多國家 就形成了一定的規模 1984年在美國的Yuta州 美國的Yuta州 有一位Alter White和Manderson M.M. Mendelsohn 受了美國能源部委託 主持召開了一個小型專業會議 討論測定人類整個基因組的DNA的序列 以及意義和前景 這個就是初型 1985年9月 在加州Santa Cruz 又是美國DNA的 美國能源部的一位叫做 Syn Sharma 一個主持會議上提出了 測定人類基因組的 全序列的動議 形成了美國能源部的人類基因組計劃的組案 到1986年3月 在新墨西哥州的Santa Fe 討論了這個計劃的可能性 接著 美國能源部宣布實施這個計劃 正式宣布 到1990年正式啟動 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 和中國的科學家 共同參與這個 預算達30億美元的 人類基因組計劃 到2001年 成11年之後 人類基因組工作草圖的發表 由公共基因資助的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 和私人企業 蔡倫拉基因組公司的各自獨立完成 並開始分別公開發表 這是被認為人類基因組計劃成功的里程碑 這是2001年 這是基本的大的背景 第二就是病毒的來源 和中國的相關研究的背景 中國如何參與 到2002年12月 中國廣東省發生了沙士 非典營的事件 2003年 非典大規模來爆發 中國開始展開對病毒的研究 即是殺到埋身 要研究 到2004年開始 有一位叫做石正麗的團隊 走遍了中國28個省市 採集了數千隻中華谷頭腹的標本 即是蝙蝠的標本 與美國的團隊合作 進行病毒基因的分析和其他研究 他用了13年的時間 走遍中華大地 到處山洞去捉蝙蝠 最終確定了 SARS的病毒 起源於中華腹 中國的蝙蝠 事實上 石禮症進行了13年的蝙蝠研究 還有合作夥伴 包括美國心態健康聯盟 以及美國國內衛生的研究院 即是大家合作 到2008年 石禮症團體對蝙蝠的研究 有更多的進步和發言 並發表了相關的論文 到2014年以後 有一個叫做CRISPR 基因編輯技術 就帶來了一場科學界的革命 全球基因的編輯技術發展得很快 有這個科技出來 至2015年1月31日 中國的科學院 武漢國家生物安全實驗室 武漢P4的實驗室 在武漢島建成 標誌是中國正式擁有研究 以及利用烈性病毒病原體的硬件條件 中國也建了一個研究實驗室 到2015年10月 武漢P4研究人員 對蝙蝠攜帶病毒的研究有很多進展 包括和愛滋病病毒的結合研究 曾經在美國有相關的研究和實驗 之後石禮症被邀請參與 在美國的病毒研究和合成的計劃 中國現在有參與 到2015年11月9日 實驗室團體在美國的一個雜誌 P-Loss Pathogen的雜誌發表一個名為 一個類似SARS的蝙蝠冠狀病毒的群 顯示在人類中出現的可能性 即是一個可能性 你記住其實SARS的真正來源 從來沒證實 雖然中國在這方面做了很多 去企圖去找當時的源頭 這論文只不過是可能性 內容提到為了研究 循環蝙蝠冠狀病毒的出現可能性 即是說會感染人類的可能性 我們就構建了一個鉗核的病毒 這個雜膠病毒令我們近度評估這種新的 辣特病毒引起的疾病的能力 在這個基礎上 我們合成了一個具有感染性的全場 叫SHC014重組的病毒 並證實了該病毒在體內外的複製能力 他們通過對雲南某一個山洞中的 馬體蝠連續五言的樣品搜集 他發現了蝙蝠中的SARS相關的病毒 就是人的SARS病毒的組員 或者更加值得的證據 就是他慢慢慢慢地 由蝙蝠身體病毒的組合 就越來越似當時的SARS 但也不是一個確證 到2018年美國主導了 就是開展了病毒研究計劃 美國研究機構以科學研究的名義 對病毒進行提取、培育、編輯、合成 並在未來打算計劃投毒 以及一種武器 中國團體在美國研究中 只是提供了一些理論、設計和基礎的素材 到2019年7月 在美國生化武器基地 在德特里克堡 德特里克堡 因為自然的傷害原因 發生了那個設備故障 之後那個機構就改進了一些機械的設備 由於病毒在管理過程中就出現疏忽 8月初 新化武器基地 德特里克堡就被緊急關閉 基地內所有的研究項目全部停止 所有人員將轉受全方位的檢察 並且美國在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CDC 是剝奪了德特里克堡 對包括埃寶拉、Ebola、天花、炭醉、Emphlex 這些高致命性的病毒研究的特許代理人的許可症 即是不被再研究了 新冠毒的洩露導致大面積的感染 最關鍵的問題是基地只是做了一個病毒 但還未研發出相應的疫苗 這個是導致基地被徹底關閉的致命傷 你知道了 漏了出來 但我們也沒有處理的疫苗 為了怎樣呢 因為關鍵的實驗室 我們看看時間和時間線 病毒爆發的起源和傳播的時間線 第一 在2019年病毒正式爆發 7月在美國生化武器基地的德特里克堡 發生了病毒洩露 並且有人感染 之後在周圍開始傳播和擴散 德特里克堡的基地附近 就是美國參加武漢軍運會的軍人集運的基地 由於病毒感染帶有隱蔽性 很多感染者都不知道 隨著病毒不斷被無意擴散 病毒洩漏導致許多優秀的高手 患上流感無法參選 就算參賽也可能狀態不佳 於是美國只能夠派一些不大優秀的軍人參賽 這個解釋到為何他們的成績這麼差 派三十幾下 一塊金牌都沒有得到 其實這裏可以解釋到原來是這樣的事情 好了 到8月初 因為病毒擴散日益嚴重 受到高層重視 德特里德堡的生化基地被緊迫 關閉了 到8月關閉了 但到9月病毒開始在美國擴散了 美國流感同時傳播 美國經常都有流感 同時美國本身也有流感 但大量事實表明 美國去東到今春爆發的流感疫情 其實是流感和新冠肺炎混合的疫情 其中新冠疫情爆發的時間 幾乎和武漢的爆發時間同步 在台灣的節目裏面 有一個醫生作出這樣的猜測 他說一般當然美國是會有流感的 有相當的一部分的死亡率 但今次的死亡率的數據是多於一般流感的 所以他應該說 新冠肺炎已經混合了 所以將一般流感的死亡率拉高了 由於美國相對武漢而言 因為美國是人廣地稀 美國去到地方很大的 再加上美國對新冠疫情的測試能力不足 所以根本沒有辦法顯示出來 新冠病毒和流感在短時間內 就不容易被間辯 即是看回它的症狀 其實跟一般流感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所以很難說出 到底這是一般流感還是新冠病毒的流感 所以過程又相似 和CT的大小同意 幸好很容易被混淆是必然存在的 好了,到10月了 美國是約翰普金斯 John Hopkins的醫學中心 主辦了一個名為 案件CASE-201的瘟疫的預演 匯集了15位各國政商醫界的核心人物 其中包括曾經任中情局二把手的 艾米爾凱恩斯 和中國疾病中心的主任高福院士 一起去的 到10月11至17至24 第四屆世界軍人運動會在武漢舉行 期間其實已經有人被感染了 聽聞當時有些運動員病了 去醫院那裏 立即被送回美國 有五位軍人運動員 結果可能已經死亡了 但是這個就是間中疫 我當時也有人聽說這個說法 那你病了就算了 不能運動了 那就回去吧 好了 到11月病毒開始在武漢傳播了 同時在美國都是蔓延的病毒 到12月病毒開始在武漢蔓延了 到12月30日 武漢醫生已經被吹哨了 當時海鮮市場被封閉 到12月31日 第一批國家的CDC專組人員 就入場去調查了 很快 一吹哨第二天就已經有國家的專家加入了 好了 到2020年的病毒 開始在全世界大規模爆發 到今年1月份 開始中國大範圍的爆發 到1月3日官方開始有訓誡了 到1月5日武漢的維檢委 就未發言人傳人 但同日上海某個中心 上部國家的CDC 就發現武漢不明發言的人傳人的個案 就是那一頭認為未發言 接著就發現了 好了 到1月23日10時 就武漢開始封城 OK 也有一段的 也有少許時間 好了 到1月25日 就《蝙蝠病原論》開始說了 是不是因為蝙蝠呢 其實這不是真相 不是這件事 好了 到2月15日 日本名古屋的一對夫婦 去夏威夷度假後 就感染了新冠 之後也證實與中國無關的 同日日本和歌山有五個人中招 也是與中國無關的 OK 到2月15日 入科技部出台了 關於加強新冠狀病毒高級 病毒微生物實驗室安全管理 和指導的意見 要求加強對實驗室 特別是對病毒的管理 到2月20日之後 隨著疫情在世界各地的重速蔓延 美國疫情的罪魁禍首的說法 開始提出來了 即是已經有日本本身 日本傳媒有港 蘇聯也有提出 即是已經開始這些資料 一路一路一路出來 好了 到2月22日 中醫就開始大規模進入戰場 你記住啊 這是很關鍵的 2月22日 中醫開始大規模進入戰場 中國的疫情呢 開始真正得到有效的控制 嗯 這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 因為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呢 就其實在這裡了 你了解到 OK 好了 那到2月24日呢 中國文化和旅遊部 發出回美旅遊安全的提醒了 已經叫大家小心了 因為美國其實美國都有的了 那段2月25日呢 美國的CDC官方呢 就在官網上發佈過預警 呼籲美國各領域聯合起來 做好停工停貨的準備 但已經邀請了 一同參加發佈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呢 就繼續堅持一切盡在掌握 即是說不用緊張 一切盡在掌握 沒有想到過了一天呢 就出現了一個未知原因的社區傳播了 那些說明到呢 新冠病毒在美國呢 全面那個爆發已經不可以逆轉了 嗯 好了到2月27日了 美國的東部時間中午呢 CNN的新聞網呢 在最顯著的部位呢 報導了一個重磅的消息 美國加里福尼亞州 出現了手中未知原因的確診感染者 這個意味著呢 是美國的本土的新冠病 那個肺炎呢 開始它極危險的社區的傳播了 好 那到了2月28日呢 這個病毒已經傳播到六大洲 OK 好了 那 問題了 關於這次全球的病毒爆發的 相關的重要問題 第一 這次全球爆發病毒的根源在哪裡呢 答案 美國最大的生化武器基地 德特里克堡在這個地方出現的 是 病毒的構成來源在哪裡呢 是SARS的病毒加HIV的病毒 和其他 第三 問題 病毒是自然產生呢 還是人工合成的 答案是人工編輯和合成 是人造的 好了 第四 有關 有這些人或者機構參與了這種病毒計劃 研究和實現呢 其實美國團隊和中國團隊都有的 就是研究這個病毒計劃 第五 那病毒是否故意洩露呢 或是非故意洩露呢 其實答案是非故意洩露 感染傳播極大的範圍 就是不是故意的 是一個無意之間流出來的 是不小心的 好了 那病毒什麼時候發生 什麼時候傳播什麼時候爆發呢 簡單來說 2019年7月正式發生 就流出來 2019年8月開始傳播 到2019年9月就全面爆發了 OK 這個時間表 那哪個國家最早爆發病毒呢 美國 是美國向中國放毒嗎 不是放毒 只不過人為敢以 無意中傳出去 那幫軍人 無意中傳出去 好了 那網傳說 美國呢 是美國的陰謀論是正確還是錯誤 是錯誤的 OK 那 為什麼說這次美國的陰謀論的說法呢 不完全正確呢 簡單 美國是最早發生 也早早開始爆發病毒傳播的地方 那陰謀論就是指 有目的地向指定的目標傳播病毒 並打算毀滅單個目標 或者那個總群的目標 那如果陰謀論所說呢 那所明呢 它只是想消滅其他國家的人民 但事實上 美國今次因為病毒感染了很多人 那如果是陰謀論呢 怎麼能夠先讓自己人人群大規模感染病毒先呢 而造成這麼多的死亡 那所以這種網傳的陰謀論是錯誤的 是歪曲了的事實 那這次病毒的擴散呢 是相關的研究人員的疏忽而導致的洩漏 病毒在正在研製過程中 但是疫苗就尚未研製成功的 那相關人員感染病毒時候呢 研究者和負責人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病毒的嚴重性的 那因此呢 那因此呢 就未及及時採取措施去管控的 而導致呢 那病毒呢 是逐漸擴散 好了 那為什麼美國最先爆發病毒 但是未被發現 反而是中國最先發現呢 那這個就是 這個關鍵點了 那其實呢 美國當時呢 也都爆發了大規模的流感病毒的 OK 那大多數人一般呢 都不會重視發生的流感病毒 就是經常都有的 也都阻擋不了的 是不是 那都是會走它 慢慢來慢慢去這樣 那美國相關的機構和負責人呢 都沒有對外公開病毒 已經在美陸續擴散和爆發的 它沒有說的 是 好了 那第四呢 醫療機構呢 就未引起重視 但病毒呢 仍然是不斷地擴散 好了 那第五呢 大多數那個 大多數低層人的人民選擇呢 這些有事就用一些簡單的治療 所以導致呢 那個病毒呢 是進一步的擴散 其實呢 很多已經是新病毒呢 在美國的擴散 你記住呢 因為你是分不出 到底這個是新冠病毒的流感 還是普通的嘛 那記住呢 百分之八十呢 都是一個很普通 可能自己會好的嘛 那所以有些人有事呢 就是普通的那些 就是休息一下那些 簡單方法啦 因為實際上是 沒有感冒藥的嘛 也都沒有心冠座 那所以一般人呢 都不以為言 休息一下 自己處理啦 那麽大問題呢 那麽大問題呢 是中國最早發現呢 還有呢 是採取措施的嘛 是積極去講出來 說發現了 不是他講而已 是他第一個講而已 那麽所以引起全球很轟動 OK 整天就是這樣而已 其實是 就是中國呢 是第一次 第一個國家講 其實在美國一向都有 美國自己都不知道 也都想不到有這麽大問題 那麽就當它普通的流感 所以沒什麽特別去講 也都沒有什麽提點 那麽 那麽美國的陰謀路存在嘛 那麽 那麽整天都有講的啦 陰謀路這件事 那麽當然存在啦 一直都是進行中的 是真的有的 那麽美國有通過病毒傳播呢 來達到它陰險目的計劃的 那麽病毒那個滅群的規劃呢 是其中之一而已 那麽這次的病毒在全世界爆發呢 就不是出於陰謀的結果 而是意外的事故 OK 那麽它是有 它包含這些這樣的做法 也都有做 那麽這次就不是 不是因為它特意做出來 那麽它就不是因為陰謀和抗亂 而是無意之間的感染 傳播和擴散 那麽最大問題呢 那麽最可愛呢 美國相關人員呢 就沒有引起重視呢 那種愚昧和邪惡的表現 那麽 那麽 那麽它說呢 那麽這個病毒呢 全世界大概會 估計會死幾多人呢 它有三個答案 一呢 就是9000到1.2萬個 二呢 就是1.2萬到1.5萬 三呢 就是1.8萬到2.4萬 那麽當然呢 那麽是多少呢 我們現在只是猜猜一下 是 現在都不知道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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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計呢 這個病毒呢 會產生多大的影響力呢 基本上全世界 多至三分之二的國家 都會遭受感染的 我想全世界應該 大概二百三十幾個國家 那麽也都說呢 三分之四十個百分之的人 都會受到影響 就是有這麽的說法 那麽 那麽病毒呢 大概什麽時候結束呢 那麽很多人很緊張 那麽 那麽估計呢 中國呢 大概四月份左右 那麽 那麽很多的資料呢 包括中國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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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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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推算 那麽大概都是四月左右 那麽其他國家呢 就五月八月啦 那麽 那麽還有個別國家呢 可能持續到十月份左右 那麽要了解到呢 其實呢 所有這些 那麽的流感啊 之類的病呢 那麽通常呢 都是有時間的 那麽它通常呢 是會到時間會消失的 那麽是 就是 沒有例外過的 那麽 那麽所以大家呢 真是又不用太過太過緊張 那麽 那麽總之守得都會跑 那麽可能天氣因素 天氣混亂呢 那麽之類 那麽啊 那麽好了 那麽預計這種病毒會 全球那麽的經濟造成什麽的影響呢 那麽 那麽當然呢 會嚴重影響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 會導致一個系列的經濟崩潰發生 但同時也會對政治、科技、文化、民生、教育等 產生全方位的影響 這個影響將為空前並且一直維持下去 到人類尋求終結方案順行解決 大家已經看到網上很多 中國今次的經驗令中國要改變做生意的方法 改變飲食習慣、改變網上售貨 很多這些東西從中而出 這個會繼續持續下去 這件事對將來病毒的研究發生什麼影響呢 全球會達成共識 穿止相關重要的條約 嚴格地管控相關的研究 這件事要什麼人去負責呢 當然是美國政府、相關機構、相關研究者 和相關參與者都要負責 最後今後這些事情會不會發生呢 可能不會,但機會不會很高 人類會因這件事而導致毀滅嗎? 不會的 人類會逐致戰走向合一 即是歷史上 人類都經歷過這些全球性的瘟疫 但是都是會過的 而且會重新來過的 重新再發展的 其實真的從UFO發表這篇文章裡 其實真的很詳細地 來龍去脈是怎樣發生出來的 希望大家了解之後 不要再一面倒 不相信網上的傳聞 以為是由中國那邊引起的 其實只是中國第一個發表出來 原先本身都是一些流感病毒 不過它那個威脅性 通常就是會攻擊我們人類肺部的問題大一點 已經看到了 為何我還說 這跟1918年的流感很相似 1918年都是軍營那裡開始 但是很有趣的 都是軍營 那些軍隊去歐洲 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 那些軍隊去戰場 是將這個流感帶去的 這次也差不多是一式一樣 那些軍人又帶去 那些軍人就不去戰場了 就參加那個運動會了 將這個病毒帶去的 其實有不同的資料 大家在網上如果可以留意 已經看到的 其中一個在台灣 有一個節目分析 講那個病毒的家族譜 它發現由那個家族譜去看 美國那個病毒是五種家族都有的 中國那個病毒是孫的那裡才有的 那你這樣看 就應該那個起源地是美國 就不應該是中國的 所以這方面很多很多方面的資料 讓大家知道 就是當大家如果遇到這些 被一些人歧視 那些人 大家有什麼感想呢 我覺得起碼有一件事知道 中國的強大真的挺重要的 遇到這些情況之後 你可能真的要退回中國 中國是唯一一個國家 會真真正正保護我們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教訓 中國當然會轉型 還有最後那個解決方案 始終我以前也提過 其實有很多有效的醫療方法 OK 你只要不會用一些有傷害性的西藥方法 其實這個問題是很快去解決到的 好了 中國在這麼多方面 是被人歧視 在這裡吐打 其實很有趣的 剛剛我說到 其實當中國將中醫介入在治療裡 這個情況就逆轉過來 是的 其實可能的事實就是這樣 這次的處理有效的醫療方法 不是中西合璧 不是西藥 肯定不是西藥 只不過是中藥 好了 如果我們假設一下 將這個事實公佈給全世界知道 其他感染國家 可能要求回中國 當然會 用回中藥的方法去救他們 這個世界是很妙很妙的 我有一位朋友曾經告訴我 他有些不舒服 我說要找中醫 或者去健康商店買中成藥 他告訴我 原來很多這些藥店 中藥的東西 是被政府在國家封鎖了 當時我也奇怪 為什麼不會讓一般人民 去想辦法救治自己 我突然想到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 就是說 如果中國最後都要用中藥去治理這個問題 甚至乎全世界都要靠中藥去治療的時候 如果中藥是不夠的 你知道很容易 坊間有人一說一件事 那些人就去買買買買買買 是吧 中藥的東西都是有限量的 不是說無窮盡的 不是像跟他療化那樣 那麼容易製造大量製造出來 那麼如果真的發現了 那些中藥是有些東西給成份 給人搶一搶一搶 那真真正正的要醫癌 嚴重病毒會成為沒有了 所以這個世界是很妙的 這次中國人這樣被歧視 可能最後最後全世界都要向中國 尋求中醫的方法救他們 那麼現在看文章會發表起來也是 就是中醫一介入的時候 就是全面控制了 真正的 是的 也都坊間也都有不斷的視頻 那些東西都揭露了 就是很多病患者康復的情況之後 其實都是原用於透用了 用那個中藥 或者是本身呢 用一些天然的方法 最重要就是你自己 增強你自己的抵抗力 和同外療法 始終我覺得 以前我都提出跟大家分享過 其實在1918年 當時有同外療法的 有同外療法醫院的在美國 發現同外療法治療的流感 死亡率是1.05% 而在當時的西醫院的流感 死亡率是28.2% 當時都是用什麼 就是用牙齒不靈 對折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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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 如果有比較高 肯定你去查一下 一定是西藥的方法 西藥方法從來沒有任何證實的藥物有幫助 但你可以看到現在他們 包括中國在內 始終都不肯放棄 這種念頭 希望由三千多種的西藥 希望找到一種可以幫助 這個體道 中國的很多發言人都是講這個道理的 我們現在找到一個 原來有一種藥 70年前是用來治療藥疾病的 Coloquinone 但始終之有寧 tecnología 這個藥都有創造的 對吧 為什麼他迟農遲都不肯將中醫可以択出來呢 這是一個國家的寶藏 我之前覺得打過貿易戰 其實西方最大的霸權是西藥 全世界霸道 中國最有機會去打倒這種霸權 就用中藥提出來,就不要再講中西合併了 吊針,聞一下氧氣,什麼醫療都可以做 不是西醫獨佔的 我想這個Solution 還有就是同學療法 同學療法肯定就是 就是那個物料,療劑是永遠足夠的 是永遠不會缺乏的,而且便宜、正、非常之安全 除此之外,我也跟大家分享過 在第一次大致堅持,四年代、二年代 在美國很多醫生用光療 其實就把那些身體的血抽出來 然後用紫外光射一射它 三秒鐘之後又放下去 兩、三次之後非典型肺炎,百分之百一毫 很多很嚴重的血中毒、器官破損 用這個方法成功都很高 所以我覺得其實人類有時候 我們去看起來真的有時候 很生氣、很生氣 你搞得這麼嚴重 其實那個解決方案都在這裏 一向有 如果大家有宗教信仰都知道 神已經給了我們的工具 在自然界都有了 只不過我們經常都不肯去用 不肯承認而已 OK 覺得應該還有一些更新的、更快的方法 那些東西就為人忘了 不是,他是想找個藥可以賺錢 找個疫苗可以賺錢 其實跟他療法的疫苗是很容易做的 就是將病人的體液拿出來 就很快就將它稀釋充能 稀釋充能成為即時的疫苗 即時的治療工具 又便宜好 OK 始終為什麼這麼久都沒有人肯接受呢 因為這件事是賺不到錢的 是這麼簡單的 沒錯 利益上面的問題多於一切 今天謝謝袁醫生跟我們的分享 如果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回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今天謝謝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